今次我們去鯉魚門遊了一圈 首先以最容易的路線去印上壁畫 沿天后宮入鯉魚門的石礦場 再以最懶的路段去撥電炸炮台 吊堡和探射燈 最後沿鯉魚門咀捆鞠鞠鞠鞠返回鯉魚門的石礦場 今次的捆鞭路段令我和娃娃上了一堂很貴的一課 今次我們由鯉魚門出發 提起鯉魚門大家是不是會聯想到去吃海鮮呢? 其實鯉魚門已經有150年的歷史 過去大部份的村民都是農民、漁民和礦工 大約去到60年代左右 鯉魚村慢慢地變成以吃海鮮聞名的鯉魚門 亦逐漸成為香港旅遊的地標 剛剛由鯉魚門的牌坊走到鯉魚門的海旁道中 一直沿路進去都是海鮮酒隔 又是時候介紹一下今天所行的路段 今次頭半部分可以說是零冷島 好,首先由鯉魚門牌坊到鯉魚門的燈塔 再沿路去天后宮再進去鯉魚門的石礦場 到了鯉魚門石礦場之後 由零冷島直升去高級的路線 因為我們會沿鯉魚門嘴附近攀爬去附近的碉堡和撥墊炮桌 最後我們會沿岸菌邊回到鯉魚門的石礦場 繼續沿鯉魚門海旁道中去鯉魚門的燈塔 昔日非常熱鬧的旅遊區 如今的海鮮酒家亦被迫全部停業 只有賣手信的店舖還在開店 暫時做不到外國遊客的生意 只能做回本地客人的生意 每次去鯉魚門我都非常開心 因為我必去買碎香園老婆餅和雞仔餅 除了手信店外 雜貨店和肚產店都有營業 前面的間是賣鹹魚和蠔油的商店 看到我最愛熱辣辣的豬肉乾 而兩家餅店都非常好生意 因為都是算這裡歷史悠久的商店 平時鯉魚門就會在連香園買豬肉乾給我吃 經過了賽馬會鯉魚門創意館之後 繼續直行 而前面這間南大門海鮮酒家 在鯉魚門都算出名 一邊吃飯一邊可以欣賞到無敵的海景 再走前多一點就會見到燈塔 因為工程的關係 入口就變得非常隱蔽 到達位於三角咀的燈塔 來到這裡怎麼可以不拍照呢 這個位置平時相當多人 這次非常難得 這麼寧靜 離開了燈塔之後 我們就轉右邊走 這一棵有八年歷史的深淵樹 也是鯉魚門的地標之一 進村之前這裡有個洗手間 可以給大家梳洗一下 現在我們就繼續沿田後宮方向直行 而旁邊的壁畫也都畫得非常之美 這裡也都有壁畫藝術村之稱 走到沿海海旁的位置 對面就是海房博物館 在這裡大家可以欣賞到這麼漂亮的壁畫 全靠都是一班義工合作 繪畫出色彩繽紛的壁畫 繪畫出昔日鯉魚門的故事之外 還有觀塘和鯉魚門一帶的地標和生活 大家有時間一定要來欣賞一下 走前多一點便到天后宮 大家要記住這條樓梯 最後才告訴大家可以去到哪裏 鯉魚門的天后宮建築於山腳海濱旁邊 據稱天后宮除了侍奉天后之外 更作為海盜的前梢站和監視往來的選者 以防官兵的進攻 現在已經被列為香港三級歷史建築 因為疫情的影響 天后宮暫時停止了參拜 但是它旁邊的通道還是開放給大家 現在進入馬背村的範圍 天后宮後面的環境也不舒適 也非常漂亮 而沿路都有指示的路牌 帶大家去石礦場的方向 去到分岔路口這個位置 就記得轉右邊走 而沿海的地方也吸引了不少的人來釣魚 每逢家日這裡也非常熱鬧 大家的目的地應該都是一樣的 不用我說大家都應該猜到 就是石礦場 這個路口不對的 記住沿左邊的小路進去 跟著人潮就可以來到石礦場 哇,這裡真的很多人非常熱鬧 到達了 到達了里沿門的石礦場 後面這個就是里沿門石礦場的位置 這裡的附近也有一些已經荒廢的屋 在這裡欣賞日落的景色 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石礦場這裡的面積非常之大 正正因為是這樣 我們今天都見到很多人在這裡玩航拍機 暫時要離開里沿門的石礦場 準備進入高難度的路段 首先我們會沿里沿門咀的位置攀爬上去 尋找布丁炸炮台、雕堡和探射燈 意圖上的12345的行程有一圈 最後就會沿這條路沿海捆邊 回到里沿門石礦場 從這個位置上去 其實有一定的危險性 經過喀巴指導之下 首先就由我上去 因為石與石之間都比較高 所以我和歪歪都要跪著爬上去 如果有位高的就千萬不要向後望 短的斜坡大約要攀爬50米左右 這個位置又真是挺高的 不是很夠的歪歪 要用一用力才可以拉到自己上去 這條路只可以適合有攀爬經驗的人士 敬請各位家長和小朋友 最好就不要模仿 因為我們有專人的指導才行這條路段 這條路段心理的壓力會比平時的高 始終下面就是一片汪洋的大海 雖然只是短短的路程 但我們全程都是徒手爬上去 每一步都要好專注 其實這裏有一條繩 只可惜已經非常殘舊 基本上你看到都不敢用 平時我們都會提大家 儘量習慣用自己的雙手去攀爬 提提大家 下雨和潮濕的天氣 就不太適合走這條路段 最難和最直的攀爬位置已經接近完成 暫時可以鬆一口氣 其實歪歪已經坐定地等著我上來 由這個位置看出去可以清晰地一想到石礦場一帶的景色 剛剛我們就由這個位置攀爬上來 現在我們就沿路上去第一個碉堡 我們一陣就會沿著剛才的路線圖順著走過去 順著走不走回頭路 大概走100米左右就會到第一個碉堡 沿路上去的路方不算太危險 路方就好像平時散路一樣 走前一點就去到碉堡 去到前面的位置就轉回右邊走 到達了第一個碉堡 而碉堡的外觀已經殘破不堪 周圍的外牆已經差不多全部塌了 站在碉堡上面 可以觀賞到沿海一帶的景色 離開了碉堡之後就轉回左邊走 沿著這條路直走就會去到 撥甸炮台 首先是會到碉堡炮台1號的炮床 快到達了碉堡炮台的1號炮床 在這裡曾經有兩門9.2吋的大炮 現在已經被移送到河咀附下立炮台 剛剛我們就由指著這條路走過來的 現在我們就沿堡炮台 右邊這條小路去2號炮床 轉右邊繼續走 又要再轉右邊走 兩個炮床的位置相當接近 到達了碉堡炮台2號炮床 而2號的炮床設計和1號炮床的設計 都是一模一樣 參觀完之後 我們就會沿路去 沿堡炮台的蛋藥庫 沿著剛才進來的入口走出去 旁邊有一條梯級可以落回去 而左邊有一個很深的心坑 小心擦錯腳滾了下去 轉右邊下去就是 布丁炮炮台的蛋藥庫 這裡的面積也算相當大 但是周圍的環境也相當黑暗 而地上也佈滿沙泥 離開布丁炮炮台的蛋藥庫 放回去地面之後 就轉回右邊走 離開布丁炮炮台2號炮床之後 沿路去探射登堡 沿路的途中 我們都發現右手邊 有一堆已經荒廢的房子 但是這個位置已經成為了蚊的集中營 所以此地真是不移久留 一定要盡快離開 現在就轉回左邊 沿小路離開 小路的前面也有一些絲帶引路 暫時沿路的路況都非常清晰 但在這裡周圍 發現到有大量棄置的車輪 我們都在想 為何會有這麼多車輪被棄置在山上 沿著這條路一直走 就會途經安聯古道的入口 而安聯古道也會連接著 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 如果大家想回到將軍澳的條頸嶺 就可以沿華永恆人徑去條頸嶺 到達了安聯村的入口 亦都是安聯古道的入口 離開安聯古道入口之後 就繼續沿路去探射登堡 直至走到這個位置 就代表很快會見到第一個探射登堡 沿著這個斜坡走下去 我們就會沿著這個位置走下去 到達了第一個探射登堡 旁邊有一條樓梯可以安全地下去 在這個位置可以欣賞到港島區的景色 首先可以見到恆花村 柴灣和小西灣 而另一邊可以看到將軍澳的工業村 亦都可以看到條頸嶺和將軍澳跨灣連接路大橋 我們即將會去另一個探射登堡 就是卡巴紙住的位置 沿探射登堡旁邊的路直走 直至走到分岸路口這個位置 就轉左邊走 很快就會見到另一個探射登堡 到達了另一個探射登堡 它的外形亦都跟剛剛的探射登堡日模一樣 卡巴沿沿旁邊這條小路進去 作最後的視察 決定今天適不適合沿岸群邊 最後我們都決定了沿里沿門嘴群邊 回到石礦場 剛剛就由這條路走過來 現在就準備由這個位置出發 現在卡巴和YY首先出發了 我就在後面慢慢走 我覺得最危險就是這個起步的位置 如果想安全些 就坐在這裡慢慢滑過去 直至走到箭咀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比較高 所以不夠高的話就坐著走下去就比較安全了 現在順利完成第一個危險的位置 這個位置就有個小空地可以休息一下 前面這個位置就沒有剛才起步點那麼斜 不過黑色的位置就是濕的 大家就要留意了 又去到另外一個比較斜的位置 YY細心地觀察和聽卡巴的指示才走過去 沿途都會有一些腳踏 應該是行山人士鋪砌而成的 這個腳踏幫助我們順利地走過一段斜坡 如果沒有這些腳踏的話 我們都絕對不會帶YY走這條路段 今次斜沿岸菌邊的路線 是一條危險的路段 你都呼籲一般的家長 千萬不要模仿 有留意開我們影片的人士 都應該知道 我們每次帶YY走一些比較危險的路段的時候 卡巴必定會親自地視察 和評估YY能不能夠適合走才帶她來體驗 這一段菌邊的路段 我們都沒有什麼生減過 希望大家看了就當走 這段菌邊的路段 絕對不能夠下雨 或者潮濕天氣限 因為是相當危險的 因為我們都不希望大家 在這條路段發生任何意外 我們也很少為路線去評核分數 因為我們覺得 無論大人或小朋友的能力 都各有不同 只有自己才知道 自己是否適合走哪些路段 這一段小菌邊的路段 並非容易 所以沒有足夠經驗的人士 千萬不要理 最後最斜的位置已經接近完成 這段里圓門咀小菌邊的路段 也大功告成 順利地回到里圓門石礦場 我都知道大家看完之後 也很擔心我們 不過戴鞋在野 就是希望和她們一起 從不同的角度去體驗大自然 這一段小菌邊的路程 也都令我和YY上了一堂很寶貴的一科 也都一起成長了 返返去這個分岔路口的位置 我們就沿另一個方向出去 沿著海岸邊欣賞一下離圓門的風景 沿海的居民還搭建了一條橋 非常之厲害 還有很多人在釣魚 又再次回到天后宮 記不記得去程的時候 我們提及過天后宮前面有一條路 綠色箭咀指著那些梯級呢 其實沿著那條梯級上去 也都可以去到 布甸炸台和探射燈雕堡 不過我們這次就沒有去實地視察過 只是知道那條路分枝也都比較多 也都算是容易迷路的路段 最後當然要去買我們最喜歡吃的豬肉肝 疫情之前我們會即買即食 剛剛笑起的熱辣辣豬肉肝真的非常好吃 這條片又是掙扎了很久才決定分享給大家看的 希望大家以正向去觀賞這條 由令難度演變成高級難度的路線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這條影片 可以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 或者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 因為你們的喜歡和支持 也是我們繼續開心分享的原動力 如果想看我們最快最新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啦 再見